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事先知道要经历怎样的痛苦 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出战 倘若结果保证一样 那我可能还会再试试 但假如结果不能保证 我绝对不会再经历一遍 那场球 我完全是靠决心和毅力撑下来的 我没吃东西 没有力气 没睡觉 什么都没有 我甚至想不起太多那场比赛的事情 我从未像那场比赛当中那样 身体感觉如此可怕 然后第四节就是被人津津乐道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度过的 我根本失去了意识 完全凭本能打球 我从来没见过乔丹病得那么严重 那时候我都以为 他连穿上球衣的能力都没有 更别说上场比赛了 但是他做到了 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奇迹 他不仅仅是NBA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他也是最伟大的领袖 斯科蒂皮鹏 1997年的总决赛 已经34岁的乔丹 在总决赛遇到了 马龙和斯图克顿率领的爵士 作为卫冕冠军 公牛顺利赢下了前两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当他们做客爵士的魔鬼主场时 却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他们连续丢掉两场比赛 总决赛大比分来到2比2平 那时 公牛已经4座总冠军 但爵士才第一次杀入总决赛 虽然舆论都认为 公牛能够拿到最终的冠军 但爵士的球迷们 依旧对自己的主队抱有极大的期待 系列赛的第三战和第四战 爵士的主场球馆坐无虚席 每一次公牛持球 球迷们都会爆发出分贝惊人的虚声 在前两场比赛 取得两连胜的公牛 于系列赛的第三战 第四战彻底压火 尤其是在系列赛的第四战 他们全场比赛仅仅拿下了73分 不得不说 爵士球迷的恐怖声浪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乔丹和公牛的发挥 不仅如此 在场外的爵士球迷们 也显得非常疯狂 沿湖城当地的球迷们 用尽办法骚扰着公牛队 他们曾多次在公牛入住的酒店外 制造噪音 以图干扰公牛的球员们 甚至有一次 酒店在深夜突然火警大作 公牛球员从睡梦中被惊醒 紧急逃生 但后来才发现 这竟然只是球迷们的恶作剧 1997年 总决赛依旧奉行2-3-2的赛制 系列赛第五战 依旧在爵士的主场进行 这一场比赛的胜负 将会直接决定总冠军的归属 如果公牛输球 他们兵败总决赛的概率 将被无限提升 在这场天王山之战的前一晚 乔丹突然感觉有点饿 但是由于时间太晚 已经是晚上10点多 酒店的餐饮服务已经下班 于是乔丹叫了一份外卖披萨 希望一丝饱腹 过了不久之后 外卖披萨便送到了乔丹的房间 但乔丹的训练师格列弗 在后来回忆称 在披萨刚刚送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非常不对劲 一共有5个人来送外卖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对劲 除了乔丹以外 其他人都拒绝食用披萨 乔丹刚刚吃完披萨之后 还没有什么反应 但在深夜 他拨响了格列弗的电话 当格列弗到乔丹的房间之后 他发现乔丹满头大汗 蜷缩着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 乔丹在自己的自传当中这样写道 我凌晨醒来再也无法入睡 情绪很差 肠胃严重不适 我吃了一点药 但症状反而加重 第二天 乔丹的腹痛感不再那么明显 可他的体温依旧在高位运行 比赛日的投篮训练 乔丹因为身体不适而缺席 在皮棚看来 乔丹缺席赛前训练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在后来也说道 我感觉到 一定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发生 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 在比赛开始之前一天 乔丹根本吃不进任何东西 而且整个晚上都在输液 球队自上到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乔丹不会出战第五场比赛 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而炎湖城的媒体们 已经开始雀跃起来 他们从未感觉 离总冠军如此之近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在临比赛开始之前一个小时 乔丹拖着自己的病体 从床上爬了下来来到球馆 并且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 比赛开始之后 乔丹投进了前两球 但是在上场之后 比赛强度不断提升 而由于没怎么吃东西 乔丹看起来完全不在状态 公牛在第一节就落后了13分之多 看起来公牛凶多吉少 不过乔丹在第二节成功复苏 他连续得分率队打出进攻高潮 将分差缩小至4分 但在第三节 爵士再次利用乔丹不在场的时候 将分差扩大到8分 最关键的第四节比赛来临 乔丹一上来就带领球队 打出10比0的攻击高潮 而此时 当镜头给到乔丹的时候 他的脚步已经有些亮腔 可以看得出来 他完全是凭借自己惊人的意志力 来在场上拼杀 不过爵士依然很顽强 依靠着马龙的强势发挥 他们在中场前 依然和公牛打得难解难分 中场前25秒 批棚在低位被打阳攻篮下 然后吸引防守之后 将球传给湖顶的乔丹 三分从来不是乔丹的常规武器之一 但是接球之后的乔丹 没有丝毫犹豫 最终球在空中划出美妙的弧线 干净利落地进入篮筐 这一球帮助公牛88比85领先 但此时的乔丹 已经没有力气去庆祝 他知道自己体内的全部能量 已经被耗尽 虚弱的他几乎瘫倒在赶来的披风怀中 而这一幕也成为 NBA历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而在这场比赛拿下天王山之后 公牛回到主场 以90比86赛胜绝世 未免成功 对于乔丹的流感 公牛队已表示 乔丹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导致发烧 从而在系列赛第五战身体不适 但乔丹的私人训练师 格列佛却坚定地认为 乔丹就是被人投毒了 乔丹百分之百肯定被人算计了 格列佛说道 那场流感之战 他是被吓毒了 人人都称之为流感之战 但当时我们都在那个房间里 盐湖城并不算一座大城市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乔丹和公牛队 下塌在帕克城饭店里面 甚至一些球迷还知道 乔丹住在帕克城饭店的 哪个房间之中 我拿过披萨 就对他们说 我觉得这披萨有些不对劲 我就是有种不祥的预兆 那个房间里 只有一个人吃了披萨 其他人都没动 接下去就是凌晨两点 我接到电话 让我赶紧去乔丹房间里 他就像是一个婴儿那样蜷缩着 我们只有尽可能地照料他 第一时间去找队医 我当时就对他说 这是食物中毒 格列佛说道 乔丹和公牛 一直都没有对于这一件事 发表太过官方的声明 但乔丹在系列赛第五战之前 被极端球迷投毒 大概率才是流感之战的真相 即便是如此 乔丹还是率领公牛 赢下了天王山之战 还赢下了那一年的总冠军 直到现在 流感之战都是乔丹职业生涯当中 最伟大的比赛之一 更被看作运动员意志力的巅峰 总而言之 流感之战将永远成为 NBA历史当中的传奇时刻 我看作运动员意志力的巅峰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